你内力紊乱 半月之音的捉烧 不好受吧 我修炼的是极英之法 和捉烧之毒彼此对冲 再难受 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 而你修炼的是质阳之法 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 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 可是药材 现在在我手里 要么 你乖乖听话配合我 要么 就慢慢地折磨吧 这些药材 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 半月之期已到 还是得离开固门 去找对劲人领取解药 否则 都是死 早死晚死而已 我一定会想到奔法出去的 你说这话 自己相信吗 在公尚觉眼皮子底下生活 不好受吧 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 不如你把药材给我 我替你去教话 我已经找到出宫门的办法了 你说什么 谢谢姐姐 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 可以 但是 药材不太够了 你反悔了 小乔人了 姐姐 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 再和我去医馆一趟来 拿发示威了 拿发示威了 看我这记性 尽忘了这些药材 还要多谢云姐姐提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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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